菠萝和凤梨呢都是我们这个时候啊非常好吃的一个水果啊正好呢是上市的时候 欢迎大家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啊全新的啊水果茶 满杯凤梨啊鲜果茶 正好呢现在啊菠萝和凤梨比较多 大家呢是非常适合制作这一款饮品的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一个呢是茉莉小白亚的茶叶啊 一个呢是凤梨酱 然后呢还需要用到一个脆波波啊 也就是寒天筋冻 最后呢需要用到一个啊红西油颗粒啊 就是西油啊里面的那种小颗粒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啊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教大家怎么泡制一款茶 大家呢仔细的看一下哦 好首先呢我们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啊放入我们50克的茉莉茶叶 我今天演示的这个茉莉茶呢 是我们非常好卖的一个茉莉小白亚啊 放入50克的茉莉茶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接入1200毫升啊这个热水 接入完1200毫升热水了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给他拿个温度计啊 给他稍微冷却一下冷却到70到80度啊 茉莉的水温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非常的热啊泡出来的茶叶会比较色 一般70到80度啊是真正好好的啊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呢演示的是一个比例啊 大家做的多呢比例啊是可以放大的啊 我们这个茉莉小白亚泡出来也是非常清香的 好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的水温啊已经到达80度了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水啊 直接倒入到我们这个茉莉茶里 然后呢我们盖上盖子啊计时8分钟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豪升啊跟克啊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豪升呢是容积单位啊克呢是重量单位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啊放入800克的冰块啊 放入完冰块了以后呢我们取个茶袋啊放入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等待啊这个茶叶给他泡好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啊 刚才前面呢跟大家说过啊 我们这个比例呢你要做的多啊就放大 你可以放大两倍啊三倍啊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你一放大他的所有的数字啊你都放大 但是呢他的泡茶时间啊你是不要放大的啊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待啊这个茶叶的泡茶时间到 好泡茶时间快到了啊泡茶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茶汤啊给他过滤出来啊 大家看我们过滤的时候啊这个茶袋啊要慢慢的往上提 最后这个一滴一滴往下滴的这个茶汤啊就不要了 过滤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茉莉茶给他搅拌均匀 这样子呢我们的茶汤啊就泡好了 泡好的这个茉莉茶呢五个小时之内呢是最佳的 最长呢是保存一天但是呢不能过夜哦 好了刚才啊茶汤啊我们已经叫大家泡好了啊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教大家怎么制作 首先呢我给大家做一个500毫升的量 我们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克杯 在雪克杯里面啊放入我们的啊新鲜凤梨肉60克 这个凤梨肉呢是我刚才啊提前切好的啊 然后呢用一个柠檬水啊给他捣碎 捣碎了以后呢我们加入啊这个凤梨果酱啊45毫升 果糖呢5毫升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泡好的茉莉小贝亚的茶汤呢120毫升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入这个红西油颗粒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红西油颗粒呢 它是啊我们用这个颗粒酱啊做的非常的简单啊 打开了以后呢直接啊就可以用 它这个保值期很长啊打开了以后呢一般是可以放个几个月 然后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呢把它挖出来啊提前呢用水啊给它过滤一下用啊也可以这样效果呢会更加的好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红西油颗粒以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大量的冰块和少量的水啊到达500毫升啊给它雪刻摇匀 雪刻摇匀了以后呢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在杯子里面啊放入我们的啊脆波波呢两勺 然后呢加入适当的啊这个凤梨片啊作为装饰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做好的饮品啊倒入进去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样一杯呢满杯凤梨鲜果茶啊中杯的去做好了 我们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大杯啊还是老样子啊取一个700毫升的雪刻杯 在雪刻杯里面啊放入我们的啊凤梨肉啊80克 然后呢我们拿个柠檬水啊给它捣碎 捣碎了以后呢我们加入啊这个凤梨果酱啊60毫升 果糖呢10毫升 茉莉小白亚的茶汤啊150毫升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大量的冰块啊和少量的冷水啊到达这个700毫升 然后呢我们还是啊可以给它补一点啊红西油颗粒放在里面 给它作为这个装饰啊增加它这一个整体的颜值 然后呢我们给它雪刻摇云啊倒入杯中啊就可以了 杯中呢我们要提前啊放入两勺脆波波 加上呢我们这个凤梨肉啊给它点缀 大家看一下这样呢我们这个啊大杯的啊满杯凤梨鲜果茶也做好了 这一款饮品呢因为呢现在布罗跟凤梨啊都伤势了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做啊是非常划算的啊 而且呢成本呢也会比较低 好了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